這是相處於堆肥 那相處於堆肥有幾個步驟 那我們要參照我們的環保堆肥製作的程度 第一個 我們要準備一個堆肥筒 那堆肥筒的部分必須要有蓋子 蓋子的部分 然後蓋子裡堆肥筒裡面有一個濾網 這個濾網就是要過濾我們的濾肥 所以這個濾網要放好 還有一個部分我們要注意的就是 這個堆肥筒它必須要有一個開關法 開關法我們做的時候要關起來 這樣子就是關起來 那這個第一個禮拜它會流出液體 我們要準備一個保障物 然後把液體存起來 就是這個 就是我們的液肥的部分 那這個西式五百倍我們可以拿來當液肥 就是環保液肥 那也可以拿來洗廁所 這個部分 好 那我們先介紹一下我們的材料部分 第二個我們準備的東西是菌種的部分 這個是菌種的部分 菌種的部分 那等一下我們菌種跟我們的醜坑 還有我們的咖啡渣也可以 那這咖也可以 兩份的菌種 兩份的菌種 一份的生褲蠔的部分 那個都是維收在裡面有的 這是菌種的部分 那第三個是菌米的部分 就是我們這個 這個是我們做酵素剩餘的酵母菌 那這裡面因為發酵過了 它可以拿來當聚合 這個第三個部分 那第四個部分 我們要準備的是咖啡渣 這個咖啡渣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講二比一的比例 可以用咖啡渣也可以 然後用這個甘蔗渣也可以 那這咖啡渣也可以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用那個醜坑也可以 醜坑也可以 這個這個也可以 那我們要用二比一 兩份的菌種 一份的廚餘 那個是乾廚餘 乾的 那現在接著我們就開始來做 那第四個部分 我們要準備生廚餘的部分 就是這個果皮 這個是果皮 好 然後這個鳳梨也可以 鳳梨也可以 鳳梨也可以 然後這個 新鮮的蔬菜也可以 煮過的不行 煮過的因為它有油脂 會影響到你發酵過程 你的那個對肥 所以煮過的不行 要勝出新鮮的廚餘 然後第四個 還有我們就是 我們現在要來做二比一的調和 兩份的菌種 兩份的菌種 你看 點 煮過 來 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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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今天我們的生徒浴 我們準備 偏偏偏偏 開始 做堆肥的部分 我們用三明治堆肥法 第一層是蔬果層 第二層是發酵層 那今天我們準備的生徒浴的部分有 蔬菜葉 還有鳳梨果皮 還有蘭果皮 好 那我們現在來做第二層的部分 發酵層 1-3公分 1-3公分 然後並鋪 來我們再加一些蔬菜 1-3公分就好 保保一層 讓它有空間可以發酵 那這個步驟 在這裡我們多加一個菌母的部分 就是這個 我們做酵素 剩餘的菌母 我們讓它 來中間做一點發酵 它在上面 澆一點湯汁也沒關係 這個就是 那個 酵素 就是比較濃的酵素 它會發酵 接著再來我們的發酵層 接著再來我們的發酵層 再來我們的果皮層 再一場發酵場 再來我們用蔬菜葉的部分 再來發酵場 再來裹鼻層 再來發酵場 我們現在示範的是第七個步驟的部分 第七個步驟我們多加一些菌膜 這個是發酵過剩下的果皮 這個是鹽酵母的效果菌 我們加一些讓它發酵 接著我們再來一層發酵場 這個地方發酵場要做三公分 三公分就是要隔卷它中間的空氣 上面的空氣讓它中間做電氧層 隔卷空氣 所以這裡要做三公分 再來厚一點 三公分 這裡為什麼要做三公分 就是因為這裡我們要做厚一點 讓它厭氧 就是不能接觸到空氣 那在中間發酵 到這個部分我們就差不多完成 差不多完成 我們要準備一個蓋子 蓋子 蓋子 蓋子要蓋起來 然後我們要封口 停 步驟好 那第四個步驟我們做三公分 發酵場 那發酵場是要讓它厭氧 在中間發酵 然後上面隔卷空氣 所以這個地方是三公分 好 那這個地方做完以後 我們要準備一個蓋子 蓋起來 蓋起來 那我們要飆上日期 然後還要封口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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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在這裡是 103年4月26日 那做完以後三個月 我們就是要變成我們的廚餘堆培 包一包的廚餘堆培 那三個月以後 我們再來看我們這個發酵的過程 那這個地方有一個我們要注意的部分 就是這個開關法的部分 那第一個禮拜 我們會準備一個寶特瓶 就是要加上我們的環保堆培 那這個地方還有一個我們要注意的部分 就是開發酵的部分 我們再來講一遍 開關法的部分 這裡 有一個開關法 第一個禮拜 我們要打開 用一個寶特瓶 來收集義肥的部分 那義肥收集起來就是這個樣子 這個樣子 那這個可以拿來當義肥 西式五百倍 來教我們的花 還有我們的蔬菜水果 然後 這個也可以拿來洗廁所 OK 攪拌一下是為了讓它再一次融合 因為有時候它裡面沒有 那個空間沒有發酵完全 就是說我們讓它加速它的發酵 那酵母跟它壓下去都沒有關係 那個酵母是沒堵的 這個酵母其實 你如果來洗便宋 這個酵母是最好用的 因為酵母它會分解 廁所裡面的雜菌 跟帶走那些蜈蚣